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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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歷史是不停地重演 其實我不想這麼老土 不過到今天為止還是發生這樣 其實我看過一本書 他曾經講過一句我很深刻印象的說話 看完今天的資料更加深刻 他就這樣跟我說 你想殺死最多的人 你其實不應該去做一個戰爭的 可能前線的士兵或者炮手 其實你也不是殺死最多人 你反而去參政 從政的人他的判決錯誤的話 你殺的人是打仗的很多倍 是啊 一個拿權的人他的判斷 其實可以殺死的人是更加多的 是啊 所以這件事其實 你聽完你這樣說 我不是覺得是傷心 我覺得是心寒 其實很多當權者 去殺人那個兵不血刃 他不在乎 因為他那一刻就說 喂 我這個政策當然要犧牲一點的 所以他不在乎的 是啊 說就滿得仁易度得 做出來的事其實是很殘忍的 很凶塵的 好了 我們去第一幅圖了 這個就是一個衛星圖片來的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我就要解釋一下 好了 五光十色那套很光猛那套 這個晚上的衛星圖片 是 就是 南韓來的 是 好了 上面那套 其實是中國東北來的 都很光猛 很整天很多跌 中間那套 但是沒有民主的 民主的 民主的 但是沒有民主的 他的名字是有民主的兩個字 不是的 即是我們經常叫做 那些就是越無的東西就要說 越要說 此地無人三八糧 哈哈哈哈 所以這些就是 我越是這麼說 就是越無民主 你講一份人才好 中間有一點是平壤來的 那裏有少許光 那整個國家 你想一下 這個漆黑的角度 是沒有能源的 好 下一張圖 這個簡直可以看到 下面就是首爾 上面就是東北 看到德國 但是中間那一部分 是沒有什麼光線 就是 晚上的衛星圖 就是很明顯 就是朝鮮藍 那樣的 因為他們的能源比較少一些 那所以他們就 就很 很自然緊絕 他們就 不會那麼浪費電了 那你晚上就真的晚上了 他們是一個漆黑的夜空裏面 生活了 好 繼續去一去 好了 我先看一看 喏 我們要講這個朝鮮 我們叫做 很謊言的角度 常常都說謊話在家裏 真是這個金家家裏 真是很麻煩 他們為什麼會有這個國家的組成呢 其實就是一個歷史上的 偶然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他們就分別 南邊就給了李承晚的統治 北面就給了金日成的統治 其實南邊那邊是美國扶植的一個政權 那北面那裡就是蘇聯扶植的政權 最初他們以三八線為界 三八線其實是一條直線 那條直線其實沒有任何歷史的原因 沒有任何的天然的分界 純粹是 喂 我覺得是這裏 不呀 蘇聯說不如這樣吧 不如一半吧 因為那時剛剛日本投降的時候 蘇聯就在東北那裡 衝了下去 跟著朝鮮 跟著南韓就不執修 就是美軍就不執修 立刻在附近就找個地方 立刻衝去這個 一二三紅燈 斗快 一二三紅燈 北面 但我中了耕地在南邊 那你每天都走來走去 沒有人理會你的 初初 後來很難不是了 就讀了木莊那裏 這裏三八線 回到國交 那些人都不覺得的 到突然有一天是綁了鐵絲網 接著開始分為各界 就大鑊了開始 那有些在南韓 南邊和北面的有親戚來往 生意來往 工作來往的人 就越來越容易 不讓他們動來 走來走去 到最後 在50年 一刀切了 其實已經切了 它已經在四百年 已經是成立了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大韓民國 其實還早一些 在七月二十日已經成立了 在四百年 九月九日朝鮮那邊 就成立了自己的國家 到50年 6月25日 就今天成人不絕了 就揮軍南韓打南韓 就爆發了韓戰 經歷了三年 那時候南韓都很慘 到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是打到南韓的軍隊 打到去虎山防守圈 因為當日美軍都怕李承晚沒有動手 因為兩邊都想鬥快 鬥快搶對方的土地 通立一個統一的韓國 結果 就是李承晚 美軍就不給任何重裝備李承晚 等於李承晚不能動手 但是金日成就忍不住 就打下來 就問了毛澤東和史達林的意見 揮軍南下 當日那個戰爭的比例是不成比例的 但是打到南韓軍隊 直接扮成沒有重裝備 虎山防守圈大概 那個位置是佔了南韓 那個國土面積10%左右 九成國土已經丟失了 很慘 就是這個戰爭的歷史原因 導致後來停戰之後 那個三八線是曲的 就不是一條直線來的 就變成現在的南北韓對峙了 好了 為什麼今集要講這個 北韓這個慘的大饑荒呢 就是看這幅圖 因為這個歷史原因 北韓的任何宣傳 或者北朝鮮的任何宣傳 都是針對美軍的 覺得美軍是壞人來的 所以從小到大就灌輸了 對面是壞人 對面是壞人 南部那些是豬 南部那些是戰人 南部那些是美軍的走狗 美帝什麼什麼什麼 不斷催眠他們的 繼續去 周遭說 美軍當日殺了我們很多 朝鮮的人民 大韓民族 很多這些 你看到那個樣子很精靈 很猙獰 命目猙獰 好 繼續去圖 當然了 我們的偉大的領袖 金日成 當然是人民的一個紅太陽 好像當日吳主席那樣 你看到坐在中間 虛云問暖 很關心你們 怎樣怎樣 好 繼續去圖 好 就視察一下你們的耕地 偉大的領袖 金日成同志 幾個巫師 很漂亮 繼續去圖 好慘啊 你看 還有這些寶寶活埋 你看那些美軍 哈哈哈哈好笑的 繼續去圖 好 但現實是否如此呢 我們要揭開這個方話了 在六十年代沒了否認 當日韓戰之後 南北韓對峙 其實南韓的GDP 其實是跟北韓差不多 大家估不到 不要看今天的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年輕人看回世界 就覺得 喂 不是這樣 不是不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當日呢 不要說朝鮮 沒試過威國 在六十年代 曾經有一個叫做 千里馬的一個政策 千里馬的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若晉 就變成了 就好像以前大若晉那樣 千里馬奇跡 經常都忘記了 千里馬奇跡 就是他們將GDP提高 不停地將生產力提高 是真的這件事 但是呢 這件事真一背後就是 當然啦 金日成 金正日 和金正恩 這三個三野選 就不是蠢人來的 到今天金正恩 都並不是蠢人 但是他們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們兩面三刀 他們不停地向蘇聯 老大哥 就拿這個老報 外匯回來 這邊就和中共友好 就說 喂 毛主席 你偉大偉大 所以他經常 在當中兩個強人當中 就舔了很多好處 所以就拿了很多資源 其實這個國家做很多的政策行為 今天是沒有生產力的 甚至乎是沒有用的一些東西 但是為什麼他還可以做這個奇跡 就是因為不停地給資源去 給石油 給能源 給糧食 他黑球到其他 都不是黑球 他們有辦法 你都可以黑球幾個東西 所以有辦法 好了 問題就來了 到一個情況之後 就完全扭轉了 好 繼續去圖 他們歌頌 歌頌他們的偉大的主席 他們的國旗 繼續去圖 當日他們都好像這個 其實都很慘 你看到他們那些 耕田的狀況 都是很古老的 蘋果一部展出來的 都是在說幾十年前的 一些落後的科技去耕田的 好 繼續去 接下來這張圖要停一停了 為什麼會有美國的糧食 出現在北韓的地方呢 就是因為在90年代 有一個很大的國家跨臺 就是蘇聯 蘇聯 是的 前蘇聯解體 好了 當蘇聯解體的時候 整個北韓北朝鮮 他們那個經濟就崩潰 因為不能夠再 再攤大手辦 攤大手辦 我說我改革我叫俄羅斯 我可以幫你 不過麻煩你賺錢 可以很便宜的東西 賣給你都要錢 以前不是的 我說不停供應盧報給你 供應錢給你 好了 另一件事 90年代 中國的經濟都起飛 即是說他都不想再用一個共產主義的形式 去輸出革命 以前毛澤東的時代就希望輸出革命 個個都是大團結 到鄧小平已經改革開放了 到90年代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件發生了之後 連中國都要親西方了開始 尤其是當江澤民上台的時候 都希望親西方 希望能夠 跟西方友好做一個貿易的 所以到最後對北韓這個 我們叫做 反而是隔絕了這個窮親戚 是的 東北亞的一個我們叫做什麼名字呢 叫做爛仔國家 經常都說有核武有佼佼鎮 已經是支援少了 其實美國都反而有些人道的物品 是繼續支援他們的 好 繼續看下一張圖 這個呢 就是92年到96年的北韓的經濟撐出 好了 初頭農業你見到不錯的 有多少美元 以百萬計就看數據 707 越來越94年之後就崩潰了 好了 接著繼續落落 工業就越來越低了 去到96年的時候 雖然說更加之低 因為你都沒有工業和農業的支撐 好了 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 就是因為去到94年 金正日就釘了 金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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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釘了 好了 問題就是 當日94年7月8號 它就逝世了 人在就人情在 當日你和中國都還有一些交情 和俄羅斯還有一些交情 但是你的兒子就不是的 你的兒子就差一點了 你知道了 一代親就兩代 比到三代水渺渺渺 我就未必要賣賬給你 好了 大鑊了 那你連老爺金都不在了 那我還要給你面子呢 那就來了 很多山水渺的措施就發生了 再加上剛剛94年 有一個很大的自然災害 就是一個災災 好了 災災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那個90年 91年 蘇聯那個我們叫做什麼呢 叫做支援小 他們就好了靠自己 自力更新 還頂得到 你見93年 出後還是不錯的 但是好了 它靠自己的時候 但是這個是免數 你很多設施 很多的技術 沒有人再給你了 那你設施呢 那個我們叫做什麼 保養 維修 那你灌災呢 已經做不到事情了 都是慘的 都還可以靠全人過活 接著再爆發這個水災 充爛那些堤壩 這次就糟糕了 喊 旱災不夠 那些耕地已經貧積 再水災充爛那些堤壩 那整個國家呢 那些耕地做不到事情 好了 你充爛了那些堤壩之後呢 加上你的工廠啊 那些很多的工具 是浸到濕了 那根本上你已經支撐不到工業的產值 更加滑落 迅速下滑落 你很多機械零件 沒得給你 因為沒得再借貸給你了 你窮上加窮 越窮越見鬼 結果呢 到了九十年代 中間爆發了一個慘絕人幻的大饑荒 最慘的話呢 因為他們為了隱瞞那個災情 導致到其實 你也知道 古代呢 其實很少會有饑荒 饑荒都有 但是大部份的饑荒有在逃荒 就是我在南邊 不夠東西吃 我可以在北面 那裡去搜購糧食 或者北面的糧食分些給你 那你就可以頂得住 但是你知道共產國家有個叫戶籍制 戶口制就是說什麼 不讓你走 就好像剛才我們上次講的大饑荒 大饑荒 遺城都是 大部份因為為什麼會鵝西來就不讓你走 是的 列寧格納遺城也是如此 長春遺城也是如此 甚至乎三面紅旗的大約進人民公社也是如此 將人民鎖在自己的土地裏面 不讓你逃荒 不讓你有選擇的權利 到最後就死的人多了 是的 他們一直都其實中國和蘇聯 中國和俄羅斯其實都不是說不幫 不過就沒有以前那種幫法 他們就經常都依賴了外面的人幫 結果他們自己都不能夠 可以很獨立地做一些很有力的生產 或者叫做我們叫做什麼 這些政策來自力更新 是的 不能夠自力更新 因為他們援助的石油肥料都是靠人家援助 好了 他們唯有怎樣呢 就要硬弄一些核子的所謂的科技 技術的核設施來爬著數 這集真的跟剛才我們一開始說的時候 真的超過分 不要緊 我們這集特別一點開到第五戰 因為我們會繼續有話要說的 好好好 那我們先回來 先看看我們的壞樣子 我們這集很破天荒 我開了第五戰 好的 稍後回來我們 我和Abid繼續和大家說一說 朝鮮的 朝鮮的 情況 情況 慘事 好 再見 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就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了 很厚 變成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厚 很厚 是的 現在是 細小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星期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試的 吃了兩個星期之後 覺得OK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消炎膏、淚膏等都塗 即使用了很多藥膏都不行 亦都去看過醫生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粒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的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